这个视频我们给美版的16Polo 我们能看到16Polo LL的 改装实体卡 容量128 顺便把硬盘也生成1T的 然后装一个实体的卡槽 我们现在开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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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苹果的每一把 无卡槽的这个机器还学乖了 在周边 加了一圈铁皮 这样子 在重摔的时候 能给这一块去架构 现在我们将这个加固支架取掉 清理焊盘上面的所有吸姜 将卡依的外围检测点 我们先把它全部挖穿了 这样子我们就不需要去分层 前期我们先用同线来飞线 后期会出相对应的排线 还有一个检测点在这个区域 改卡的话 那我们必须要把主板打磨出来 主板打磨出来之后 干什么呢 肯定就是进行飞线 然后现在弄的话就比较麻烦 比较麻烦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现在要对这个地方进行打磨飞线 改双卡 准备开架 磨起来 OK了 然后卡开关 就藏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就不分层 不分层 一分层之后 每一个师傅的贴合工艺不一样 反修率会特别高 来 需要两目的700多的显微镜 以上车 需要的师傅拍起来 给你们安排扶你 OK 然后走线路 走线路 那我们现在就肯定是要走这种比较烧的 我喜欢就是不超过这个表面的 当然了 现在抹制是粗抹 以后就会有这个相对的 相对应的排线 你们暂时不要去改 暂时不要去改 到时候就会有相对应的排线 排线往上一焊的时候 一折一扣 就知道磨的地方在哪里了 就不需要像现在这么的麻烦 看到没有 然后线路就比较简单 都已经磨好了 然后像这些 我们只要对它进行焊锡 飞线 结束 卡槽一塞 卡一下 每一把无卡就可以变有卡了 它现在再下固件 固件快下好了 等一下我们刷一下 看看能不能先把它刷过 刷过之后变成一梯的 扩容我们已经完成了 来看一下目前的容量 直接1.02TB 每把16PRO扩容一层 然后卡开关的上拉电阻 全部已经就位 剩下的中方 那我肯定是不能用打磨笔 说一点一点的把卡槽叼出来 肯定要上CNC 这是中国的国航的有卡槽 美版的无卡槽 现在我们只要把卡槽叼出来之后 能插卡槽 就可以剩下的中方交给老马 去用CNC给它叼出来 好 那我们上半部分的视频就到这里 再见